电影《大调歌》的导演黄朝亮 是台东县泰玛里乡的子弟 除了拍片以外 也和故乡咖啡农合作 花费200多万元 将台东市的铁花路 以及福建路口的 陷阱局废弃宿舍进行装修之后 卖起了咖啡和减餐 23号是正式开幕 希望能够与铁花村串联 成为台东最吸引人的艺文县 木造老屋 老家东树 里里外外都被乡亲父老塞爆 这是电影《大调歌》导演黄朝亮 在台东市新开设的咖啡馆 店内飘得除了香醇浓郁的咖啡香外 还有故乡特有的人情味 我是在五年前接触到 泰玛里的咖啡 那我从小就在泰玛里华园村长大 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台东以前有种咖啡 后来我接触到这个咖啡 还听说是拿到这个全国特等奖 我就很好奇说 我们泰玛里也做咖啡 结果我爸说 有啊 他小时候山上就是咖啡 黄朝亮的泰玛里文创咖啡馆 位在台东市铁花路与福建路口 原是陷阱局废弃宿舍 九年失修成了脏乱点 县府翻修后 曾做过小型艺文展演空间 乌龙面店 今年夏天重新招标 由黄朝亮接手 花费两百多万元装修后 咖啡馆23号上午正式开幕 刚好听到台东县政府 这一块地要公开的招标 我们就写了企划案去竞标 很幸运拿到 拿到之后我们经过一百天的规划 跟整修 才有了今天这个好地方 那我希望借由太马里文创咖啡馆 现在福建路跟铁花路口的这个历史建筑呢 可以把我们太马里文创咖啡的这个氛围带进来 让很多人你知道台东好的农特产品 好的咖啡想要品味的 想要尝试的 可以来这里体验 然后让我们给你台东最好的东西 另外我的假日都会 每个假日我们会有蚊子电影院 像今天晚上六点就会播我的 这个电影作品大喜临门 然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 我会希望有一些原住民的年轻人 或是我们台东 有很好的这个才华的年轻人 可以来这里表演 我免费都提供给他们 我甚至会给他们一些奖学金演出 对 然后希望就是说 跟铁花村可以连成一线 变成我们台东很知名的一个艺文特区 目前很多大部分都是自己销售 或者是 等于是说都是在单打独斗 所以说成效也不是说很好 来推销我们泰玛里的咖啡 这是对我们农民多少都会有帮助 因为毕竟很多的产农 都是只会生产不会去销售 那经过亮导这样的推广 相信说对我们泰玛里咖啡 会有很大的帮助 咖啡馆除了推广在地农产 也将是艺文平台 周末将会陆续播放自己 和其他导演的电影作品 同时开放给台东民众 进行艺文表演 希望与铁花村串联 成为台东最吸引人的艺文线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表演出电影作品